想战胜的就是 战胜你 啊 想要你生活 我会更瘦了 我会啊 你不要更瘦了 对 软妹百妹 想穿裙子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 SNH48 我是SNH48的赵岳 我是SNH48的Kiki 许佳琪 I'll be back 未来 或是更完美 对 这是没有第七万年生 这里给爱 嗯 嗯 确认过眼神 你的期望 嗯 我的期望 已经是神七了 那你接下来是 对 我本来是说 越高越好 但是怎么说呢 打底定吧 我的话就是 神七 一直以来的期望 因为我们这里会有那种说法 就是他们Top16 然后在上面就是神奇 神奇上面又一山一山这里 所以说我已经是Top16了 然后所以要往高处走的话 那就是神奇 准备挺多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节目 叫梦想演播天 然后也是在那个爱妻上面有播 然后给大家展现我们那些才艺 然后让粉丝就是 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解我们这样 有没有听你的听伤评 我看了你那个节目 一而弯弯 嗯对 就是很性感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感觉你应该是清纯中的性感 清纯中的性感 对就是有一种不冷性感 这个比赛拥有任何人想要战胜的队友 就觉得这些目标会要战胜吗 就今天刚好我跟赵燕一起采访 然后赵燕也是上一届的神奇的刚好是第七 对对刚好第七 然后我的目标是第七今年 所以说我想战胜的就是 战胜你 想战胜我 对就是希望有进步 然后就不就不止不与第五 对 对 对 就是现在能睡好觉就睡好觉 就这样子 进入神奇是不是就是很忙还是什么 对就还蛮忙的 就没怎么休息过 就是一直就是每天都只能睡两个小时 做好睡两个小时准备 就希望他们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 不要过于担心我们啊 或者过于的给我们投台投票 我们因为听说很多人就是会省饭钱 或者怎么样 对 还有很多学生党会省下零花钱啊饭钱啊 然后有些甚至说 我要去拿死你们三好学生 我拿那个奖金要给你们投票 这样子 就希望大家也能照顾 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同时也可以 就是拿我们当作 怎么样 就是能越来越好 我们也会很开心的 要听那种 就是 绝的 只有两个狠狠话 我这有A Plan A 跟Plan B Plan A 是 我身边做的赵月嘛 也是上一届的神奇 然后我跟赵月也是我们的小分队 然后赵月也是小分队里面名气最高嘛 是小分队的C 所以说这次的 Plan A 的狠话呢 就是赵月 新的一年 小分队的C 是我的 好的 我听到了 那这样子的话 来挑战看看吧 好 来挑战看看吧 Plan B 是 赵月也是我们小分队里面 我觉得他体质率是最瘦的 就是全瘦有腹肌什么的 那么赵月 身材跟我一样吗 我要瘦的跟你 变得跟你一样瘦 对很羡慕赵月 对接受挑战 我会更瘦了 你不要更瘦了 生活中有偶像包袱 不会太累了 我们两个如果生活中的话 还是比较软软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会特别的强硬 对我们是萌妹 比如说像我的话 我可能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就是 第一眼感觉它是 公公 很公的那种感觉 但其实我私底下就是 比较软软的 其实我们俩还蛮像的 对 就是在舞台上面看上去 就 有力量型 然后到下面来就那种 对 软妹萌妹 想双婷子 就是那一种 然后每天吃超多 家里面还会放那种国群 然后有的时候 还会拿薛书服稍微穿一穿 对 我之前有拍过那些戏 就是他们会给你的那种设计 就是有一种 冷酷高冷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皮囊 就生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 高冷皮囊啊 然后之前都是二代皮囊 请选择你喜欢的形象 有的时候拍戏的时候 如果它是高冷的 我就必须得一天到晚就端着 就是那种 很不屑 就是那种 哦怎么样啊 就是看不爽你的那种感觉 我看它 也不觉得那里好啊 但其实私底下不会这样 我们刚出道的时候 就是可爱的 然后现在的话 因为我们小分队 有训练 然后小分队的风格 是比较girl crush的 所以我们那种 平时的风格 也是 对 就是会稍微 偏帅气 跟性感 妩媚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也想很喜欢可爱的风格 对 因为我 就这个人就比较中二嘛 就是平时喜欢看那种 可爱的那种动漫 然后自己也想上 磨那股 然后当你来 我每次这么做的话 我粉丝会吐 他就是之前还有 因为他肌肉 手臂什么 之前有穿小裙子 然后那肌肉那样子 叮叮叮 This is Sparta 没有 没有没有 我没有去举铁了 饶腌了 吃不胖 它是我们小分队里面 最能吃的的 就是每天就是感觉很累 就如果连吃东西 都不可以的话 我会哭的 我会哭的 其实还好 我们的粉丝就是会 在机场啊什么的 都会跟我们隔一段距离 粉丝今天就有一个 这样的夸张 就是小偶像 离路粉丝的私生活远 远一点 对 就想跟我们保持住 对 他会想跟我们保持住 我们没有什么 在楼下蹲点这种粉丝 没有的 我也之前在那个 微博上面说过 如果就是接接手 碰到我的话 我会反手一个过肩帅 做好准备 This is Sparta 啊 那个啊 对啊 对 对 突然转变成 我们 我们也就私底下开开玩笑 开玩笑 就是因为 关系都很好 对 因为他当时不是说吗 说 我要成为三分之四的冰 我说那我要想一个 比你比这个更高的目标 那我问那是什么呢 然后 我听你说了吧 那是什么 S and H 的 C 对 梦想 我们也是有梦想的 虽然可能一下子达不到 怎么说呢 就是要有一个很高的梦想 对 就至少有一天可以达到 就明年后年再看吧 28号总选那天 就见真正了 对 见分晓了 对